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孙大人 满贵将军在门外跪着求见 满贵 他还有脸来 老子去劈了他 祖将军 带他进来吧 是 满贵连累孙格老罢官免职 自知罪孽深重 请孙格老责罚 满贵 我只问你一句 自担任辽东总兵之后 可否与内庭勾连呢 满贵敢用向上人头担保 绝对没有 自从被阁老罢官责罚之后 魏公公有意拉拢提携 末将拥有贪财的毛病 所以就受了魏公公的恩惠 任了辽东总兵 末将一心想上阵杀敌 遗出几罪 可却欲不得志 这才一时糊涂 诸生大错 朝廷官宦勾结一时 末将早就深恶痛绝 断不会做出那种 有损将士荣誉的事 口是心非 哥老 满贵善斗兵权 理当问罪 祖将军 我相信满贵说的话 同聊之间 切记猜记 以后 满贵将军擅自动兵之事 谁也不许再提 是 诸位跟着咱家 也都熬了这么些年了 有的嘛 熬成了吏部侍郎 有的 熬成了吏部上述 还有的熬成了户部郎中 可是咱家总觉得 还亏欠欠欠点什么 蒙千岁也不弃 我能感恩戴折 不敢高望 话虽是这么说 可是咱家总得一碗水端平不是 如今这程秀孩啊 显纯孙啊 全都当上了大官了 咱家总还想着提携那么一两个 诶 正好这兵部上述出了圈了 你们 哪个想做呀 怎么 兵部上述 二品的肥缺 都没人想干 臣等不敢高望 高望个屁 哼 就像朗个贤差 在京城里头混吃混喝 咱家的官 就是这么好当的 千岁爷爷 兵部左侍郎高帝高大人 自天启元年 便在兵部置事为官 为臣推荐高帝高大人 嗯 哎呦 对 对对对对 哎呦 咱家把他给忘了 高帝啊 你在左侍郎这个位子上 也熬了有三年了吧 啊 怎么着 这兵部上书 就由你来做吧 哎呀 我的千岁爷爷啊 千岁爷爷啊 我的千岁爷爷 千岁爷爷 你看我一大把年纪了 我也是一身老骨头了 我实在是难当此大人的 还望千岁爷爷锤炼 让小的离京回乡 再也不要做什么兵部上书了 谢谢千岁爷爷啊 千岁爷爷啊 嗯 嗯 瞧你那点出息啊 就是你了 你来做这个兵部上书 去辽东给我当经略去 千岁爷爷 求你放过我 求你放过我 不去就去死 本阁就要回京了 临走之前有一事托付诸位 希望你们能举荐一人 大家齐心协力辅佐 完成本阁 没有完成的事 本阁回京之后 辽东精略之职会出现空缺 朝中坚定之人 定会挤破脑袋 来占此位子 但本阁绝不允许 怕我编程之事发生 末将只认孙哥老和袁将军 末将只认袁将军 满贵 愿听袁将军号令 多谢主委 重换 定不辱使命 重换 你出来之时 本阁曾教导你 万事皆忍 不过现在 本阁要对你说 不管是谁 皆然辽东精略之职 但凡感动本阁既定方略者 你无需再忍 朝廷给你我的时间不多了 努尔哈赤 给你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若依旧迁就 只怕是功亏一篑 本阁也相信 这么多年 那个火爆脾气的圆蛮子 如今已是能 号令三军 待机而动的 援打将军了 切莫辜负了本阁的厚望 恩师所言 崇幻铭记在心 恩师 还有什么 需要跟大家嘱咐的吗 崇幻 要记住本阁昨天 在府团跟你谈的话 一切以平寥大业为重 恩师放心 崇幻记住了 本阁 我走后 你要小心辅佐 实时谨慎 我这一走 努尔哈赤 必定会有动作 会聚兵南下 切记 只许用正兵 不要冒险 你知道 只有辽东安全 本阁在京城 才安全 是 本阁走后 尔等 要全力辅佐重换 确保辽东的安全 本阁在这里 拜托了 格格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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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京表齐勋 特着生元重换为山东暗茶使 幼参政 并着吏部 列为御储巡府 品质由从四品 月正四品 而为从三品 听此 听此 臣 袁崇幻 谢主龙恩 参见九千岁爷爷 起来吧 起来吧 九千岁爷爷 孙承宗 回京已有数月之久 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府上 东厂的弟兄们 昼夜监视 并未发现任何异动 那个孙老儿聪明得很 可得小心 莫让他钻了空子 他刚回来 就要挟皇上 给那个袁崇幻 来了个什么 山东暗茶使 这等事情 以后不能再发生 是 在咱家眼皮子底下 岂容他孙老儿兴风作浪 那个高帝 最近有咒书送进来吗 已经两个月了 高帝上了咒书十份 皆是 弹劾袁崇幻 祖大寿 不服管教 以下犯上 并未有 别的大事奏上 废物 都什么时候了 还跟这帮小将调劲 你马上写信告诉他 就是挖地三尺 也要把 搬到孙承宗的证据 找出来 是 是 我就不信 他孙老儿当了三年侵略 就没偷过心 复将 在 去把祖大寿给我叫过来 是 快快快 跑起来 跑起来 祖将军 高大人有请 见过京略大人 祖将军 辛苦了 本不愿来问你 这 马场马有多少 兵有几何 和蒙古之前 所有来往的账目 是否都是在 孙阁老任上办的 回京略大人话 您不问 我差点给忘了 关西马场西营来报 孙阁老卸任之时 曾与蒙古交易马匹过签 末将想要顾问 结果是 西营马司却挡架不让 说是孙阁老吩咐的 末将觉得这其中 大有问题 真有此事 既然将军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你为什么不秉公查实呢 不是跟您说了吗 人家不让 再说了 末将官低言威 哪拗得过人家二品大官呢 好 本不愿给你做主 西营马场现在何处 咱们这就去查看清楚 快 经理大人 此去西营 几十里地呢 既然勤劳正事 何不换教成马 末将这就陪您过去 好 好 来啊 给经理大人背马 背匹快马 经理大人 请 那 你 你 合家 合家 是 对 科学医员 好 就没钱了 ới 科学医员 到naires 人能处 ark 我们 您慢走啊 大人 这祖大树太过无力 竟敢当众羞辱大人 大人何不借此机会 拿了此人兵权 出了这口恶气 算了 本不愿 本来就不想当着什么 辽东经略 又何必给自己找这些个 不痛快呢 这些个汉将 我告诉你 能避就避 本不愿现在担心的是 魏公公颁布下来的事情 一天三催 不办不行啊 要命 真是要命 大人 您可记得 这初到沙海关时 西明堂大营 西山大营 潜吞卫索 中潜索 宁齐 你到底想说什么 快说 大人您听我说啊 大人 您忘了 这当时各处爆来的兵力 加起来足足有二十余万人 比王精略在时 多出了一倍还多 你是说 大人您想啊 带兵打成有哪一个不知空格 这平白无故地多出这么多兵马来 他孙大人就一点猫腻都没有 盐墨 是 老师 新赐的府邸 住得可还习惯 微臣 蒙皇上大恩 新赐的府邸非常好 臣住得非常舒适 谢助隆恩 住得习惯就好 魏畅臣 等散了朝 别忘了 要把振赐的点心和针丸 送到老师府上 微臣谢助隆恩 皇上 这众大臣还等着奏事呢 众臣有何事奏啊 快快奏上 皇上 臣监察院左都议史崔承秀 即御史台众严官 由要事起奏 奏 是 皇上 辽东精略高地 自上任以来 辽东局势府定 臣心甚畏 然经察 高地发现 辽东各守备营中 自孙哥老任辽东精略以来 兵额短缺 乱象丛生 仅五万人马 却领二十万人马的军饷 边城梁饷 进阶 出于当地 军民多有不满 崔爱卿 见重要的说 是 皇上 臣 请至孙哥老 欺君往上 探莫军饷之罪 望 皇上 明察 你们 望皇上 明察 老师 崔爱卿所奏之事 可是属实 皇上 既然 崔大人和满朝文武 都以为臣 有贪莫之罪 那 臣就先认了吧 皇上 不必担心 老师处处为朕着想 朕心甚畏 那与老师之见 当作何处理啊 回皇上 微臣是否贪莫 较由三法司 进一步审理再定 然崔大人及同僚 以辽东民生计 他位居高位者 贪莫其民 实属难得 既有此意 真乃社稷之福 皇上之福啊 生人有言 耳奉耳露 民知民高 下谜易虐 上天难期 既然梁想出了问题 自当慎之又慎 臣请 事情未查明之前 辽东军饷之事 当按崔大人所议 以五万人量发 以防再有贪莫之事发生 那就以老师之义办吧 谢皇上 愚蠢之急 真是愚蠢之急啊 恩师 真是饱到未老啊 几句话 就把那些狗官 挨个儿整了个遍 恩师啊 恩师 本职才智 真是不及您的万分之一啊 将军 你为何不喜啊 这回咱们的高大人 可是尝尽了 害人害己的滋味了 这十五万苦大兵 还不挤破他的精略府 吵着闹着 管他要军饷啊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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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图什么 图什么 我这当经历还不到三个月 就遇上这种事 我招谁惹谁了 你说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都是你出的搜主意 你说你没事 找他孙承宗干什么 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给我去想办法 是 谁在向前一步 阁下无论 住手 住手 干什么 袁大人 你可得为小的们做主啊 这军饷 已经拖了一个月之久 再不发 兄弟们都得饿死了 兄弟们 如果你们还信得过我袁冲焕 就暂且回营 我一定会给中文兄弟一个交代 我们不回去 今天拿不到军饷 我们死死不回 你们擅自出营 围堵精略府 难道左将军不知道吗 大人 就是我们左将军 大人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 这好几个月没发良想了 兄弟们也都撑不住啊 众位兄弟 少安勿躁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让开 谈说 不是 你 我们会给你 但是 你是 您擅心複天的事 他也知道 军饷 我们 你 见过惊略高大人 袁大人 你到此有何归干 我说李副将 末将在 这府门外闹腾腾地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大人 这士兵不知何故 正在府门前滑边闹事呢 什么 这辽东守备是怎么处置的 这动不动就举兵闹事 成何体统啊 我说袁大人 你负责辽东守备 本不愿令你即刻出去 平息叛乱 回高大人的话 这惊略府前怨其一切 宁援锦州的愤恨难消啊 现如今 不仅仅是关西马场之兵 这锦州和宁援之兵 也有异动之势 为今之计 只能奏鸣朝廷 卓令兵部 即刻 不发梁响 方为上策 袁大人 你有所不知啊 这案五万两发放 这都是孙阁老定下的 本部院 也确实无可奈何呀 可是当前的局势 大人已经看见了 如不解决的话 恐怕 在没有危及到孙阁老的时候 大人的性命已是堪忧 还请大人听重唤一句话 重新上到折子 就说点兵之时 把术弄错了 误把三年前的君后报了上去 恳请皇上宽忧 你 那时时出了差错 误把三年前的兵额报到了兵部 这个高帝啊 太不像话了 老师 您受委屈了 这 孙大人勤劳王室 这古兮之年还受这等冤枉 老奴请皇上致高帝诽谤重伤之罪 为孙大人明冤 不必了 高大人也是勤于王室 一事疏忽 也不必就着不放了 目前 还是以辽东大局为重 至于治罪的事嘛 就不必再追究了 老师真是 宰相杜利 能撑船 可是 这白白让老师受了如此大的委屈 朕心甚为不安哪 这样吧 老师 你想要什么赏赐 跟朕说 朕着人替你办了 老臣被皇上分忧 不敢讨赏 不行 必须赏 若是 必须赏的话 那容微臣 举荐一人如何 谁啊 老师诞出无妨 哦 呃 微臣门下 有一门声 换作 梁亭洞 此人坐视沉稳 为人终止 却一直在府上闲着 未得皇上恩赐 既是皇上恩赐 微臣 请皇上给一个 魏军分忧的机会 请亭洞入朝为官 既是老师的门声 那不就是朕的同窗吗 嗯 朕准所请 那就去兵部 做一个侍郎吧 哦 万万不可 停动 自治尚浅 万不可 单此大任 那以老师之言 师兄可认何止啊 呃 回皇上 做大理四成即可 官位虽小 却能磨礼心智 于停动而言 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就依老师所说 魏畅臣 即可拟旨 卓恩师门声梁停动 升任大理四成 是 谢皇上隆恩 你 现如今 这南边啊 那是乱成了一国粥啊 唯一能与本寒抗衡的孙承宗 嗯 已经被那个小皇帝 召回了京师了 嘿 现在新来的这个 流东京日 那就是一个酒囊饭袋 本寒 多年来 立兵莫马 静待战机 我等的 就是这一天 喝了酒吃了肉 你们各自归营 本寒 要南征了 来 咱们干一个 公主不谈 齐开开胜 好 为了南征 干 本部院 奉皇上 和九千九百岁爷爷之命 奉上方宝剑 前来经略关门等地 上任以三月有余 本想有所建树 此奈不入之后 逆贼 努尔哈赤 将亲帅举国之兵来犯 注意你们看 此事当如何处置 是 本部院经过深思熟虑 已断然决定 将所有兵将撤回关内 共保关门 今天请诸将过来 不是以撤于不撤 而是以如何撤 驻扎何处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丁桑啊 海南丁英雄 你们 你们在说什么 说什么呢 高靖略 他们说的是广东话 广东话 什么广东话 袁将军 你是广东东莞人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的什么 回靖略大人 他们的意思是 何所拒 只要剑州逆迟赶来 必死丞相 哦 你等真的怀有一腔 爱国热血 这本部院知道 可是本部院也知道 你们大家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 我总不能眼看着你们 白白去送死吧 那努尔哈赤 来势汹汹 贼势甚大 在来犯之前撤退 我这不是为大家着想吗 高大人并不是替我们着想 而是替贼人着想 一派胡言 本部院 乃堂堂大明兵部尚书 辽动精略 我怎能听着贼人 努尔哈赤着想呢 自大人上任以来 从未出过关门 你对关外的情况了解多少 孙格老在辽东经营数年 花了多少心血 你又知道多少 原将军说的对 孙格老任经略时 前后修复大城九座 中小城堡一百四十五座 练兵十一万 力营十二座 脱地四百里 开吞五千轻 岁入十五万单 若今日一撤 不仅数万将士百姓 数年的心血将复制东流 还会将近百座兼城营寨 拱手让给金军 之后若再想收复辽东师弟 那就是难上加难 说得对 说得好 大人 您要做的 就是努尔哈赤梦寐以求 求之不得的 没错 对 未修这些城堡 营寨 将士 民工 累死 病死 意外 顽固的 就有两千余人 伤者更是不可计算 要是一旦撤回 将会有百万匹民无家可归 倘若高大人这样做 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被世人唾骂 不错 我祖大兽势居宁远 祖宗坟营尽在关外 妻子儿女尽在宁远 祖大兽若是撤了 便是抛弃妻子 不认祖宗 祖大兽 你 你竟敢挖苦我 挖苦 侵略大人好斯文啊 我是在骂你 你 都给我听着 关外之兵 禁撤山海关 乃是朝廷的议定 皇上的御旨 退也得退 不撤也得撤 千存怨恨者 谁敢阻挠方略者 无论官职 一概问罪 你们 你们可都给我想清楚 回京略大人 您手握权柄 想退到哪儿不关我事 我袁崇焕 身为宁前道官 誓与宁元 共存亡 大 上证 大哥 怎么样 从锦州那边 撤回来多少人 锦州三万人 山海关以北 九城一百五十堡 共十五万人 已经尽数撤退了 再过四五天吧 就到山海关了 现在除了咱们的七千人 整个辽东 再无朝廷一兵一族 不是 你们要干什么 拜见京略大人 高京略 关西马场的骑兵 你可以随意调解 但想让我撤回山海关内 祖大寿恕难聪命 末将愿与袁将军同手宁远 生死有命 望大人恩准 望大人恩准 好吧 三位将军所请 本部院准了 袁大人已七千兵马 独我孤城 也确实不易 本部院准许你们各带一千军回去 能帮多少 就帮多少吧 谢大人 谢京略大人 大人 你 你看这 算了算了 随他去吧 你说就咱们这七千人 能守住这宁远城吗 守不住也得守 否则如何能对得起恩氏的重托 对得起朝廷 尚征 去帮大哥办件事情 何事 马上出城 快马赶上京略大人 我想得到一个承诺 大哥 我现在去找京略大人 是要援军吗 可高地 大哥知道不会有援军 我也不想有援军 我只想 得到一道军令 军令 什么军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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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地尽彻官外一十七万兵马 好 此事我知道 皇上批赴的奏书 半月前已发往山海关 此事想追回 万万不可能了 你看这样 这是今天刚刚送到三法司的奏书 元凶以七千兵马为资 誓死不退 这个高地却反咬一口 说元凶抗令不遵 还怂恿 祖赵两位将军 各率朝廷一千兵马回旋 此奏书还有谁看过 只有我一人知晓 我看到奏书 便知事官重大 急急带了出来 请恩师定夺 识取如此 竟还有此等盈盈狗狗之人 此奏书 万不能让魏忠贤看见 马上拿去毁掉 是 秦州 宋山兴山 一共占我一百 爹爹 不是说朝廷关外的雄兵有二十万吗 怎么这么不精打 这营你们有何用 这营兵并有何用 照这个速度 目说山海关了 过不了这个年 再就得做他努尔哈赤的努力 是俘虏 文光 臣在回正话 怎么办 这问你话呢 怎么办 皇 皇上 高地奏秦进彻关外 一十七万兵马的决策 是 是皇上 是什么 是什么 臣 臣 臣奏亲皇上 即可扯去辽洞 精略之职 缉拿回京 重重致罪 万万不可 皇上 当今之际 朝廷 万不可又撤官致罪之举 从山海关到京城 皆是人人自危 战战而立 若此时 还想着攻坚杀伐 以临为和地 推脱干系 那局势 真的是无可挽救了 既然 高地高大人 已将一十七万兵马 集结于山海关 那皇上 当下一道颜旨 不许再退 若有退过山海关者 不论官职 一概诛杀 皇上 山海关 是朝廷最后的希望啊 如若失去 后果不堪设想啊 老师 老师 可否即刻拙令兵部 潜兵增援 另外 关外九城 可否让高地出兵 夺回一两个来 好减轻山海关的压力 皇上不知 兵部 已无兵可发呀 当前局势 不但辽东池井 各个关阵 也都是贼盗风起 现在各地守备 自己都不够用 哪儿还抽得出兵 来增援山海关呢 至于关外九城 即已落入敌手 若想夺回 是万万不可能了 为今之计 只有寄托于 山海关一城了 老师 您说 能守住吗 只要举国一心 定能击退 努尔哈赤南下之兵 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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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你 高大人 你不知袁大人身边的亲将吗 怎么 袁大人他撤回来了 将军叫我回来 只为求您一个承诺 当宁远开战之后 凡不战而退的宁远之军 到了大人这儿 请大人一概格杀 将军不需要您的援军 只求您一个承诺 本部院明白了 看来袁大人是抱着必死之决心 要与宁远同赴啊 将军快快请请 现在回向本部院之举 本部院真是万分惭愧 你回去转告袁大人 就说山海关便是他的后盾 我高地便是他的监军 若有胆敢跨越山海关者 本部院定斩不饶 谢敬远大人 告辞 能不能保住朝廷 保住大明 宠华老地 但愿苍天 将固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